首先呢我们来进行舞台的程式撰写 好在这边呢 舞台基本上呢我们只处理一件事情 那就是按钮的事 意思是说如果呢当我们发觉 这个玩家呢按钮的时候 那我们就送出一个讯号 那个这个讯号呢就会做这个胶水的这个动作 好那首先呢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新增一个变数 好那这个变数呢我们就叫做按钮 好那我们的程式是这样 当日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一样做一个重复执行 好那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将这个资料呢读进去 所以呢我们设定这个变数按钮为 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按钮 好 好那这是第一步 好那第二步的部分呢就是说 如果玩家按下按钮的时候 那我们送出一个广播叫做胶水 好这时候呢我们一样的当日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一样我们要进行重复执行 好那我们怎么知道玩家按下按钮呢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按钮的侦测值 不一样了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当玩家按下按钮的时候呢 他原来是侦测值是1 然后变成0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所以呢当他的按钮等于0的时候 好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广播胶水的一个动作 好那在这边呢各位同学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啦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等待 好因为好如果我们按下按钮 如果他持续的按 好那可能会造成一直重复的胶水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是希望他按下去又放开 好我们才做这个胶水的动作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 做一个复制啦好所以呢当他按下去 而且手放开好就说没有再按下按钮的时候呢 好我们好才做胶水的动作 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在舞台的程式嘛 就是呃当绿器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呃我们重复的呃让这个按钮的数值 等于这个呃pico ball上button 也就是按钮的一个侦测值 好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呃如果呃我们的使用者按下按钮之后又放开 好我们才进行这一个呃呃交水的一个动作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